赵丽颖被谦虚夸奖,王一博却被踢了一脚。 作为一个演员,似乎最重要的是理解和关心他电影中的角色。 然而,当一些明星被问及自己的角色时,他给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答案。 可能是因为对角色的不了解,可能是因为忘了,甚至是拍戏的时候没有真正用心。 王一博出演戏一直以来都只在演技上引起争议。 但自从吴明出道后,他又多了一个对职业没心没肺的称号。 在电影宣传片中,王一博被观众问及他扮演的角色,但演员却回答不了。 最搞笑的是,当观众问起,如果川不见叶秘书,你会怎么说? 王一博后来因为嫌弃问题无稽之谈而大师所望,还表示自己不会因为没见到叶秘书而说什么。 也许你的想象力有限,所以不能回答这个问题。 但是,当观众建议他谈论这个角色时,他也摇摇头,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王一博对吴明电影中角色的吴之回答表明,为什么在电影中,男偶像会如此无动于世,没有这样的情绪。 赵丽颖最让人失望的角色之一是又飞中的周飞,可以说在这部剧中他演的还不错,但和之前的角色相比,状态并不十分完美。 或许也是因为原著的炒作影响了赵丽颖,而在去年年底的一次采访中,赵丽颖在被问及周飞时透露了一下。 这位女演员说,在扮演又飞的时候,她自己没有获得最好的状态。 这让赵丽颖很遗憾。她能够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缺点,让观众大吃一惊。 不少人对赵丽颖赞不绝口,同时希望她在以后的角色上做得更好。